三个短针勾完之后呢 接下来按照一个加针 两个短针为一组 我们先勾四组 那接下来先勾第一组 下一针勾短针加针 先勾一个短针 同一针 再勾一个短针 然后接下来下一针里 一个短针 下一个 第二针 这样就勾了短针加针 两个短针 这是第一组 你看这个纹路 这里是加针 这里是两个单独的 好 接下来勾第二组 下一针里 先勾一个短针 同一针 再勾一个短针 然后接下来下一针里 一个短针 下一个 第二个短针 接下来第三组 下一针 一个先勾一个短针 同一针 再勾一个短针 然后接下来下一针 一个短针 下一个 第二个短针 好 接下来第四组 下一个 先勾一个短针 同一针 再勾一个短针 然后下一个 一个短针 下一个 第二个短针 勾完之后呢 那你自己再看一下 避免你勾的过程中哪里出错了 最开始是勾三个短针 这是单独的 然后接着是一个短针加针 两个短针这是第一组 短针加针两个短针第二组 短针加针两个短针第三组 短针加针两个短针第四组 这样四组呢我们就勾好了 然后接着呢我们再勾两个短针 一个加针为一组连着勾五组 那先勾第一组 一个短针下一个 第二针下一个勾短针加针 先勾一个 同一针再勾一个 那两个短针一个加针 那接着就是重复了 好 这样勾 接着第二组 一个短针 第二针 然后短针加针 第三组 一个短针 第二针 短针加针 第四组 一个短针 第二针 短针加针 第五组 一个短针 第二针 然后短针加针 这样你看这里的五组呢 我们勾完最后结束呢 再剩三个短针 刚好把这三针呢勾完 一 二 好 交扣取下来 第三针 然后在最后一针上挂上交扣 和第一针 和第一针连接 拉紧 这样第十圈就勾好了 然后接下来勾第十一圈 42个短针 也就是说对应的 每一针里呢勾一个短针 每一针里勾一个短针 好 首先呢勾一个变子 所以起立针 取下第一针架扣 穿到第一针里勾一个短针 下一针勾第二个短针 下一针第三针 下一个就是第四针了 大家按照这样的方法 每一针里勾一个 每一针里勾一个 这样你勾到最后 这记号后的这一针呢 就是第四十二针了 因为这里的方法呢 和前面五到八圈的方法是一样的 一对一的去进行勾针 但这里就是不需要重复演示了 大家自行的把这一圈呢勾完 勾到结尾处就是四十二针 然后你和这个第一针呢 给它勾引把针连接 再看一下接下来的这个讲解 第十一圈勾好 勾完之后呢 是像这样一个效果 像一个小帽子一样的 然后接下来勾第十二圈呢 是需要勾减针 这样减完针 它就会往里收 就选择这个暴力熊的脸部 鼓起来的一个效果 我们看一下勾法 首先还是先勾三个短针 那我们立一个辫子 做一起勾针 取下第一针记号扣 穿到第一针里 勾一个短针 挂上记号扣 下一个 第二个短针 下一个第三针 三个短针勾完之后呢 接着我们按照 一个短针减针 两个短针 这样为一组 连着勾四组 那看一下这个短针减针的勾法 我们先勾第一组 反正简针这样 我们这个时候勾针 在穿针的时候呢 就不是穿过 整个的这个辫子了 看一下 我们勾针在穿的时候 是这个小辫子形状 勾针这样 挑靠近我们的这一根线 对面这个就不用管它了 这样穿过这一针对吧 穿过这一针 然后接着再穿到下一针 就是这个 你看勾针这样 向下这样扭过来 挑下一个辫子 靠近我们的一根线 这里颜色并且很分明 你可以清楚的看到的 这两针都是挑靠近我们的 这一根线 挑完之后 它是这样并列在一起 然后勾针这样 绕线勾过这两个线圈 现在勾针上有两个线圈 绕线勾过这两个线圈 这样我们就勾了一个减针了 那么减完针之后呢 我们接着就是 再勾两个短针 这里你在穿针的时候 一定要清楚 你不要还是穿在这个位置了 这样就错了 刚好我们勾完减针了 然后接着 下一针里勾一个短针 下一针里勾第二个短针 看一下 下一针勾一个短针 下一个第二个短针 这样一个短针减针 两个短针的第一组 我们就勾好了 按照这样的方法 连着勾四组 那再看一下第二组 大家勾着的时候 因为这种花色 它这个颜色都是这样 凌乱错开的 那你看你手里的这个颜色 它这个接下来的针目 是什么样的一个颜色顺序 你看一下 接下来这里是勾短针减针 也就是这一 这两针要给它减一针 你看一下 勾着这样 穿下一个辫子 挑靠近我们的一根 下一个辫子 挑靠近我们的一根 对不对 然后你这样穿过去之后 接下来的下一针就是 一二这两个短针 你看这个颜色 你自己勾的时候 就心里要有数 你接下来是穿这两针的 这样你把这里勾完 穿过去之后呢 绕线勾过并列了 这两个线圈 勾过上上两个线圈 绕线勾过这两个线圈 这就是一个短针减针 那你看这个时候 我们接下来下一针里 就到这了 穿过去 这个时候是直接穿针目 勾过来 一个短针 下一个勾第二个短针 这就是第二组 接下来是第三组 挑下一个一根线 然后下一针的一根线 绕线并列了 这样勾过来 然后勾过上两个线圈 绕线勾过上两个线圈 一个减针 接下来下一针里 勾一个短针 下一针勾第二个短针 好勾的时候仔细去看一下 现在我们勾好了 三组了 接下来第四组 穿下一针 挑靠近我们的一根 下一针 挑靠近我们的一根 这样把这两针 给它减针 绕线 勾过这两个线圈 这里比较紧 是并列在一起 然后再要线勾过这两个线圈 一个短针减针 然后下一针 一个短针 下一针第二针 这样这里的四组 我们就勾完了 然后到这边呢 我们再按照两个短针 一个短针减针为一组 连着勾五组 好这里是五组 再看一下 那接下来下一针里 勾一个短针 下一个第二针 接下来勾短针减针 挑下一针的 靠近我们的一根线 下一针 靠近我们的一根线 看对面这个就不用管它 绕线勾过这两线圈 绕线再勾过这两线圈 这就是两个短针 一个短针减针的第一组 按照这样的方法 再连着勾五组 那接下来第二组 一 二 然后短针减针 然后第三组 一 二 然后短针减针 第四组 一 二 然后短针减针 然后第五组 一 二 然后短针减针 好这里五组勾完 你看最后是剩三针的 再把三个短针勾完 这一圈勾完之后 如果说你的针数对不上 那就是你勾的时候 减针的位置 你竹针的位置穿错了 你再拆回来检查一下 勾的时候过程中 自己要仔细的去核对 去看一下 最后一圈取下矫钩 勾第三个短针 这样这一圈 我们就勾完了 然后在最后一针上 刮长矫钩 和第一针连接 穿到这个第一针里 稍线勾出勾一八针连接 拉紧 12圈勾好 然后接下来的13 14这两圈的勾法 又是一样了 每一圈都是33个短针 也就是说我们对应的这个针数 每一针里勾一个短针 勾完两圈 首先还是要勾一个变速 一起一针 取下第一针记号扣 第一针里勾一个短针 挂上记号扣 下一针勾第二个短针 下一针第三针 这两圈的方法比较简单 下一针第四针 下一针第五针 你勾到这一圈的 记号扣的最后一针 就是第33针了 然后和第一针连接 然后接下来再勾第14圈 13 14两圈的勾法 一模一样 然后一针对一针进行编织 大家自己把这两圈勾完 完成之后再看一下 15圈的这个勾法 13 14这两圈勾完 接下来勾第15圈 按照两个短针 一个简针为一组 连着勾8组 8组勾完之后呢 这一圈最后还会剩一针的 我们再勾一个短针就可以了 那首先勾一个起一针 取下第三针记号扣 穿到第一针里 勾一个短针 下一个勾第二个短针 然后接着勾短针减针 挑着一根线 然后下一针 挑一根线 绕线 勾过这两个线圈 勾上两个线圈 绕线勾过这两个线圈 这样就是两个短针 一个减针第一组 按照这样的方法 我们连着勾8组 那再接着勾第二组 下一针里勾一个短针 下一个第二针 然后接着勾短针减针 好 靠近我们的一根线 下一个 靠近我们一根线 绕线直接勾过来 绕线勾过这两个线圈 这就是两个短针 一个减针的第二组了 那这里呢 我已经给大家演示了 一二两组的勾法 那接下来的 三四五六七八 这几组 大家自己完成 好 前面你跟着我们这个视频讲解 已经勾了那么多了 到这里基本上 这种重复组数的方法 应该都是可以掌握的 大家先把这八组勾完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勾法 好 因为这里重复部分 就不需要重复演示 已经给大家演示一二两组了 好 十五圈前面的两个短针 一个减针 八组呢 已经勾完 这一圈呢 也就勾好了 接下来勾第十六圈 头部的最后一圈 先勾一个短针 然后接着勾十二个短针减针